哈喽大家好我是Tara胖胖 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是零食的开箱和试吃的视频 前阵子在网上买了很多日本的零食 今天刚刚到在这里 超大的一个箱子 那么我们就快点把这个打开看看我都买了什么零食吧 其实我也就迫不及待了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天呐 就很多 那我们一样一样看 一样的是这个Rice的巧克力味化 就长的这样 这楼好像是提拉米苏味道的那个巧克力味化 先把它打开来试一下 我就粗暴的把它打开了 12个巧克力味化 我们就先打开一个角来尝一下 哦 有点化了 嗯 好好吃啊 这层是白巧克力 然后里面的是提拉米苏 提拉米苏的味道呢很好吃就是提拉米苏的味道 嗯 外面那层白巧克力 一点都不甜 然后里面的提拉米苏有一点咖啡的味道 稍微有点苦苦的 然后它很脆 哇 好好吃啊 好棒 这很棒 嗯 嗯 还满了一个 嗯 这个是榛子味道的 嗯 大家看一下 哪里是什么的最开心了 哦 这个 好棒呀 我们来吃一下这个榛子口味的 嗯 嗯 嗯 我觉得这个没有刚刚提拉米苏的那个好吃 因为它这外面是一层 不是很甜的牛奶巧克力 里面是有阵子的味道 但我觉得这个 稍微口味有点重 也蛮好吃的 但是和 嗯 刚刚提拉米苏的那个比起来 我觉得提拉米苏更好吃 如果你喜欢 嗯 黑巧克力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这一块 这块的话基本上就和一般的 巧克力味话没有什么区别 就和那个味道差不多 嗯 我个人非常喜欢提拉米苏那一块 好吃 什么用 我只是 随便看它长得挺好看的就买 哦 里面就是这样的 嗯 这种 小的有点像 奇多兮兮的东西 和中国的奇多兮的味道一样的 好棒呀 嗯 这带比较小 嗯 出门带着也挺方便的 不过 我有点后悔 只买了四大 这是 嗯 嗯 这是无印良品的一个新点 它的味道是 Butter Chicken Curry 黄油咖喱鸡 我好期待这个味道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嗯 嗯 咖喱鸡的味道 黄油吗 倒是没有 还不错 但我觉得 还是奇多兮的比较好吃 哈哈 哈哈 这个 它是 抬抬口味的 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其实好像只有小的时候才 才有 哦 这味道有点奇葩 嗯 嗯 我不是特别喜欢吃这个 就是那种有鱼腥味 嗯 我不喜欢这个 所以这个应该会给我男朋友吃 嗯 接下来 嗯 这个是白色恋人的那个饼干 这个好像挺有名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牌子 其实我还挺期待这个的 打开来之后就是这样的 还挺好看的 这个 哇 看不懂上面全都是肉的 哦 他们家还有年轮蛋糕耶 哇 那我们现在就来吃这个 哦 打开之后里面就是这样的 好美啊 这包装 哇好美啊 嗯 好开心 腿麻了 它这个里面有那种白色夹心 哦里面是白巧克力 然后外面是一层饼干 这很棒 就是那种里面是白巧克力嘛 然后咬下去的时候 外面这层非常非常的酥 然后里面那层又很软 感觉就很奇特 这个大家去买很好吃 嗯 接下来这个 这个我很期待 这个是那种 就有点像蛋挞 但是里面其实是红薯 然后外面是一层就是饼干什么的 就很好 里面打开就长的这样 反正五块 好我拿一块来吃 这一个还挺大的 我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大 就以为可能是这个一半 差不多这么大的 不过这个还挺大 这个 有点像那种小蛋糕 好像日本的零食做的 真的很精致 然后我们现在来吃一下 哇这个外面是一层蛋糕 非常非常软 里面也是软的 嗯 嗯 它不甜 外面这一层呢 是一层蛋糕 然后里面这个是红薯 可能是红薯泥做成的 然后又烤了一下 就不甜 但是有很浓郁的红薯的味道 口感稍微有一点点硬 但是没有特别特别硬 因为它可能是烤过的 所以上面这个花纹的地方 嗯 嚼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脆的 很好吃 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吃红薯 就是烤红薯啊什么的 我都超爱 还有紫薯 我也特别喜欢吃 土豆我也很喜欢吃 所以看到 这么可爱的红薯 就买了这个 还没有让我失望 接下来两个 这个好像是那个薯条 薯条三兄弟吧 是叫什么三兄弟嘛 我到时候找到名字 就把名字打在这个上面 然后我买了两个 一个是上面是薯条的 另外一个是这种 像薯块一样的 它这边有一个地方 然后打开之后里面 就是这样一袋 一袋大师 这一包里面有十袋 我们现在就拿出来一袋 然后尝一下这个 就是那种 美国你可以在快餐店里面吃到的那种薯条 但是套响是脆的 嗯 嗯 好好吃啊 就是上好家之前有一款 薯条长长的 但是是番茄味道的 有吃过吗 如果我找到那个图片的话 就放在这 大家肯定吃过 我小的时候超爱吃那个 这个的话呢 它就是跟那个的口感很像 但是它不是番茄味道的 是那种原味的 就是咸咸的味道 土豆的味道很浓郁 嗯 它好像就是 把薯条风干了 就那样的味道 然后 又很脆 嗯 好吃 我很爱这个 这个非常不错 先买这个 很好吃 嗯 这个跟那个打开的方式不太一样 哎 哦 这样 那什么呢 哎 哦 哇 这好酷啊 这个 这些零食都很有創意 先拿出一个土豆颜色的 它的味道就和刚刚的薯条 其实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么 我们现在来吃一下这个紫色的 我估计这个是紫薯 但是我不能确定 嗯 嗯 味道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叶 可能就是颜色不太一样 下面我来尝这个红色的 也没有什么区别 大家买的时候就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买这个了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试这个了 因为它们两个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形状不太一样而已 这个呢是单独寄来的 好我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我只是把它那个外包装拆了 那我们现在打开来看你们是什么 这也是一盒白色恋人 我买了两盒吧 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盒白色恋人的巧克 白色恋人的饼干 然后我就不打开了 里面大概是一样的 那么最后一个我要说的是这个 Royce的这个巧克力 这个巧克力呢我买的是香槟的味道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拿到它的时候 里面已经化掉了 就是已经化的都不能吃了 里面应该是就是那种小块的 但现在已经化的就是化成一大块了 所以这个就不能吃了 像Royce的这个巧克力 它后面就是写着要冷藏 有妹子想就是网购啊 这些零食什么的 我就不建议你在这个天气 再买巧克力这一类的零食了 因为它真的会化 OK那么今天日本零食开箱 以及试吃的视频呢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哦 另外欢迎关注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我的新浪微博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给我留言 有想看的视频呢也可以给我留言告诉我 那么今天就说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哈喽我也回来了 刚刚忘了跟大家讲这个 就是我刚刚以为它这个是 和这个白色电影巧克力是一样的 是这种饼干啊 但其实其实不是的 其实里面是这个年轮蛋糕 我们现在就来再试吃一下这个年轮蛋糕好了 看起来是不错的 嗯 我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 软软的 软软的 糯糯的 不是很甜 有一点牛奶的味道 鸡蛋的味道比较 比较浓一些 再吃一口 还有白巧克力 一点点的味道 不能再吃了 OK 今天的事情就到这儿 这次真的再见了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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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